汤唯初恋分手顶及妈宝,对不起,我做不了你家的飞庸。 文梅汪贵贵。 在芒果台的最新综艺节目《我家那小子》里,以子卫天的朱鱼晨妈妈火了。 初识朱鱼晨还是奋斗有点儿坏坏但很讲义气的花子。 后来又有《我的青春谁做主》里的方语。 总体来说他不是很帅但演技不错也挺有特点的。 他最有名的恋情应该是和汤唯的初恋了。 这次朱妈妈亮相之后,大家都说她怕是对贤妻良母有什么误会吧,汤唯真要感谢她的不娶之恩啊。 汤唯初恋分手真想,对不起,我做不了你家的飞庸。 朱鱼晨今年39岁单身,发胖,事业算是依旧不温不惑吧。一段是汤唯,一段是江源。 朱鱼晨与汤唯初次相遇在杭州参加中戏表演戏的考场《一见钟情》。 朱鱼晨考上中戏,汤唯却落榜了,随后陪着朱鱼晨到北京陪读,在学校边花300块租了房子,成为俩人的爱情小窝。 三年后汤唯也考上了中戏,可是两人却分了手。 朱鱼晨曾说,当时两个人都是不懂事的孩子。 江源也是一名演员,算得尚是温柔的好姑娘,还做得一手好菜,俩人也曾经甜蜜过,还是扇门过,最后还是以分手收场。 朱妈妈在节目里很坦诚,说儿子的每一段恋情她都知道,并且要干扰。 朱与陈至今没有恋情,可能也是一种消极抵抗的结果吧。 朱妈妈今年71岁,早早就立下了,无论儿子在哪儿,都要给她一个最温暖的厨房的。 她每天早上坚持四点钟起床给儿子煮梨汤,四颗梨比起多少水都是固定的。 为什么一定要四点起来呢?因为这样才能在八点之前做晚,不会耽误她做午饭和晚饭。 她原本生活在上海,后来专职到北京照顾儿子。 原因是,朱与陈学会了做饭,做得还挺好吃的。 朱妈妈觉得心疼,我的宝宝居然要自己做饭。 在她的内心,这些事不应该是儿子做的。 她扛着八十只大炸线,还有锅千里迢迢,从上海跑到北京,甚至连儿子进剧组也要跟着去酒店,随身携带电磁炉。 我的朋友和同事都知道,我是在用生命对待我的儿子。 她骄傲地说,我一个人能抵两个飞龙。 对于儿媳妇,她也有自己的标准,虽然别人家的孩子也是宝贝,但是男女分工不同,女生就应该做贤妻良母。 在朱妈妈眼里,贤妻良母的标准,除了跟她一样母威补着地照顾男人的生活之外,还要气质淑女,不能穿着暴露。 朱于晨曾经带过一个姑娘回家,一进家门就往沙发扶寿上坐,让她觉得很没有教养。 现场,大张伟直接说早就过了男更女之的时代了啊。 然而,朱妈妈在叙述这些事情时,从始至终都是骄傲的自豪的。 她在自己的逻辑和世界里,坚不可摧。 甚至,她很得意地说自己完全没有自我,自己的女儿也因此恐婚,看到我这样带弟弟,她觉得承担不起家庭的责任。 汤唯初恋分手真想,对不起,我做不了你家的飞哟。 这样看来,汤唯这样有主见有态度的姑娘,自然成不了她的理想儿媳。 或许在朱妈妈心里拍了色戒的汤唯,是怎么也配不上自己的儿子吧。 什么是贤妻良母?有一个直呼网友的话,我觉得特别好。 我不觉得女人只有煮饭做菜对家庭男人生活照顾无理不治才叫好女人好妈妈。 真的好女人是家庭生活没耽误,儿女教育点到为止,个人事业不落人后要有自己。 虽然这么说对70多岁的老人不礼貌,还是想直言,猪妈妈以为自己是退到儿子身后做她背后的女人,实际上却无时无刻不再重视自己的存在感。 她以为自己很无私。 看完这段采访之后,我很惊讶,这种力不透风的爱,难道朱于晨没有反抗过吗? 有反抗过。2010年的采访,猪妈妈说过一盘鸡毛菜的故事。 北京冰天雪地,她买了很难买的鸡毛菜,可31岁的猪于晨不愿意吃。 她说,你看妈妈为了洗鸡毛菜,把手都冻裂了。是不是很熟悉的苦情牌?其实是情感绑架啊。 猪于晨还是不愿意吃,猪妈妈觉得深深的失望。可以想见她当时的表情和委屈。 当晚,猪于晨也搬回家,想吃面条,猪妈妈又把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鸡毛菜放进去。 猪于晨心里感动,觉得对不起妈妈,即使吃不下,也一口不胜地全吃完,这是一种道歉方式。 猪妈妈满意了,觉得儿子特别孝顺。猪于晨说,有时候也会问妈妈我是一个人吗? 我是一个同伴。您什么都往我这儿倒。还有一些事儿。 猪妈妈送她上大学,会挨个问宿舍的人你们打呼噜吗?意思是我儿子睡觉怕吵啊。 猪妈妈会一字不落地抄猪于晨的微博。猪于晨不写微博了,她就抄不落格。 后来,猪于晨干脆什么都不写了。 她也听不得网上对猪于晨不好的声音,但又特别热心地去关注,看到不好的就气得发抖。 这种精神控制比凡胜美是父母的经济掠夺,有过之而无不及。 汤唯初恋分手真想,对不起,我做不了你家的非用。 猪妈妈快乐吗?她说也不是很快乐,还有点无奈。猪于晨快乐吗?并没有。 后来的节目里,猪于晨颂走了朋友,一个人在家听歌,听着听着失声痛哭,怎么就没人愿意在我身边呢?微醺的她,甚至祈求狗狗不要走,蜷缩成一团堂在狗窝里。 一个女人,无论是作为母亲还是妻子,她的生活本质应该是共通的,她首先要是自己。 那种完全没有自我的付出,其实是在用自己对家庭和爱的幻想,打着无私的旗号构建一个自私的牢笼,把儿子、丈夫纳在自己的价值体系里。 她还想把女儿和儿媳妇都纳入自己坚不可摧的体系里,她最受不了的是她的反抗。 在这个程度上,儿子比丈夫可悲,因为有的时候逃无可逃。 而不论在哪个时代,贤妻两母都不只是为了丈夫儿子而失去自我。 教育的目的不是陪伴,而是放手。而婚姻的本质不是服务,是尊重。 最后啊,只希望朱于晨在妈妈的无微不止下,还不至于迷失了自己。 小易的说。 看到文章中朱妈妈对自己的母爱无比骄傲和正正有词的样子,我特别难过每个人出身都没有自带说明书,既不知道怎样为人子女,也不明白如何为人父母,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试探着走过来。 最怕的不是走错了,而是走错了却固执的不自知。 一段关系怎样自减?良性的关系应该两个人都不难受,都觉得舒适和自由。 看到倾注所有的猪妈妈自己也并不快乐时,我突然一阵,这不就是最好的检验吗?在母子关系中费尽心力却很吃力,这就是最明显的提醒你们的关系出来问题。 愿我们都有一段相处舒适的亲情爱情和友情。 我们会让她请查清楚。 我们一起查看。 我们会停留下来可以更多的。 我们下车会。